八憶篇第三 孔子為季氏八憶五離庭,是可人也。 數不可人也。 季氏,季氏,季氏,季氏。 孔大夫,季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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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 孔子不滿於,魯君不能制裁祭祀的劍樂,怎可以容忍他?忍心 你都敢於去武於庭,這樣你什麼事情,你不忍心去做呢? 主席 當從後解 四處其註 卻是學而為政之後 論語的編制 先是學而 先是學而 人生的基本道理為多而 為政 儒家是橫看中政治 政治是大雄之士 對於整個政治社會的秩序 對於整個政治社會的秩序 但他的政治是廣益的政治 不是我們現在狹義人 本化的政治 自比丹 西方古典 包含政治社會的整體秩序 文化和和諧各方面的事情 為政 然後八義 講頂悅 領悅 這個事情 現在很難明白 為什麼要講領悅 不容易懂得 我們等我去進一步講 我們先講這一章的基本意思 然後再進一步講領悅 時間關於問題 不知道能不能大家充分的問 不過 萬一不行 下次可以繼續問 八義不宜聽 是可人也 數不可人也 孔子論正 必也正名乎 在封建時代 這個理智 是 規範了大家 彼此之間的關係 跟秩序的基礎 所以 天子諸侯親世代 這個理智 非常重要 算是 是可能,而有不軌之心。是可能也,孰不可能也。 你不可以違背,大理成的意思。 古代的理智,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憲法的內涵。 諸位要說,這個古代的理智,有什麼樣的道理和意義呢? 古代的理智,尤其春秋時代的理智,因為戰國時候也不大所謂的理智。 春秋時代的理智,是維繫國際和平和國內和平的關鍵。 當時是列國體制,春秋時代兩百多國,比歐洲今天國家還多。 那國跟國之間的關係,該怎麼辦呢? 是,彼此之間要以領而對待之。 不公共的麥基幾之稱之 Jen,是競。 方國之之稱就是朗咧。 nogle依ANS這樣跟其他人人啊,唯有和寧 percent。 ext choose depends as constitution mill and large doom最多人, 不公平asteurger práctisch。 這是貰 多少人啊, lakes叫會寧生日 quê? 南無公平秋時代地俘自稱之父母信官所受寧生日的風格皆王 Frankfurk 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都城的,不能把大夫所居的地方修一個強固的城池 對於君主造成威脅 維繫力量的平衡 國際跟國內的裁軍會議 周天子主持 維繫列國體系的和平 基本的作法 西周到春秋末年 五百年 國際平衡 國內的秩序 歐洲近代 做一個對比 世界大戰 歐洲近代的列國體制之間的彼此的戰爭 宗教戰爭 到十七世紀的各式各樣的戰爭 五百年歐洲的戰爭 這個數量 廣度深度不得了 度 Bishop chapter 歐洲 comic 後 自治通建 以外出的堅定 理智 在古代的價值跟意義 當然他有他的限制 我並不是說 那我們今天就能夠照搬 不這麼簡單簡放 整體歷史很複雜 在當時來講 這個理 理必配樂 規定 計點 祭祀 樂 理樂 合在一起 八意思 武一齊 八意思 古代的政治 音樂 舞道 古代的太學,是由大樂觀所謂躍正主導。 音樂入人,心最深。 雅樂舞 宿木 文化大一個教授 韓國曲雅樂舞的《經》 身心鍛煉術 用於祭祀 用於祭祀 五月 都是那種平民的五月 今天大家喜歡的音樂舞蹈 都是流行音樂 流行音樂 是牽動人的感情的 八義是什麼人武的 一般人不懂 無料的要死 日本的《能》 《能》 《能》 《不也 Gü》 《能》 《能》 《門》 《賣》 《不遭》 《不遭》 《我》 《也紅》 《不遭》 《文》 歌而舞 八一五 一舉一動行 莊重跟教委 樂 樂要讓你的心魂血氣安戀 國際秩序跟國內秩序的關鍵 聯合國地位 武 俄羅斯 烏克蘭 一票否決、一票棄權 國際 國際 俄羅斯 派軍對這個鎮壓不可能 聯合國是一個人類邁向國際秩序的努力 是值得稱許 但他不是一個所謂有天子的狀態地下產生 今天的世界秩序 還沒有到那樣子 能夠有一個比較 相對而言 有力量的中央 自己一套世界秩序 讓大家多遵守 下商周三代 是了不起 兵聯獲解 人類的本性 自我擴張 自我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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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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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人 華人社會的社會組織原理 西方社會的核心組織原理 城邦 自由人 透過了一種契約和法律關係 中西方社會組織方式 從源頭上就不一樣 一個比較早上理智 一個早上法治 各有仁師 中西方社會組織方式 一個早上理智 在今天的世界來講 顯然是法治戰上風 我亦推崇 在古代前工業的世界裡 中國的法治 理智是相當的成功的 《理智》和法治 《理智》和法治 國域中 《諾法治 》 德國 《論》牲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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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獲得法律上的堅持 法律制裁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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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罪化 換言之就是可以接受 請天啊大量 信譽是人類最強烈的欲望 如果沒有亂倫禁忌在那裏 人類會很亂 這是大種主義世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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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一定要制裁他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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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與道德的區別就在於它有個制裁力,它本身就是道德的最低標準,它有制裁力的道德標準,最低的道德標準,所以你連這個你都不承認,你還叫法律,叫技術法律。 道德快要崩潰了,這才跟你說,這是一件大事,因為所有的人類已經到了,就是覺得說,因為這就是高度的自由化之後的一種狀態。 你那個都不是道德,對,它平時說,我只要我願意,我又不妨礙別人,我為什麼不可以,它變成這個樣子。 老師,可是像法律它也應該要有一種法學來做基礎,然後法學它本身也算是哲學的幻想性那一種,那中國其實應該也是有講法的一面,因為我們都會講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我在想說,有沒有可能是跟中國跟西方的那一種文化, 哲學思想的內在理路不太一樣,然後造成現在發展這樣的建築。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德文那麼做,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你可以相見。 那現在說,中西之間為什麼不不同? 你這問題問得很好。 就是說,傳統中國的這個法律是,簡單說是輔助性, 它是理智,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它是一個儒體法用的社會,儒家為體,法家為用的社會。 法律 西方 法律 整個社會組織是以法治為中心在內運作 中國的社會是以家族倫理跟理智為中心運作 法治是法律 簡單這樣講 這兩關就不一樣 這個裡頭各有各事 但是一旦中國碰到現代化問題 就發現傳統的那個東西才這麼大 為什麼呢 因為你離開了農村 離開了家族 到了城市之後 你也變成一個一個獨立的個人 那你跟群體的關係 這時候用理智 管不了 你就變成 用法治比較能管 所以進入了 城市化的現代的這個法人 法治就變得非常地重要 所以要懂得社會變遷 可是 法人因為傳統的 普遍不守法 法人的法治觀念非常地薄弱 因為對他來講 從來不是我生命的核心 我生命的核心是情感 是跟我的親主跟我的朋友的情感 所以他是 任人不認法 關鍵時刻有其如此 所以他的法治的精神必然活物 所以他的法治的精神必然活物 因此在這個事情 五百年感到來 我們現在已經學西方法治 學了快一百年了 也不過這個水平 華人的手法 歐洲 臺灣大陸 都這樣 差遠 我們的手法跟西方人手法 不差哪去 臺灣上比他好的 大陸更容易 臺灣大陸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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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億五億 是可人也 屬不可人也 就基本意上來講 是他會要破壞 國內的政治社會秩序 以及進一步的國際的政治社會秩序 這會搞成天下大亂 所以放在八億篇第一章 這就春秋時代的原因來講 他背後是一套 理智的精神 理智的起源 在八億三代的政治者 社會組織方式 家族為中心組 所以擴大了 封建 天下體制 到今天的意義 因為華人社會 其實沒有辦法 脫離這個時期 我們離真正的法治 還很遙遠 坦白跟諸位 良好的法治 或真正良好的法治 還很遙遠 我們必須要雙行 大概是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很多事情其實不能靠法律 很多事情其實法律 管不到 我這樣選法律 可是我從來 尤其像現在很多社會的案例 怎樣不了路 有的父母 他年輕的時候 就拋棄 拋棄 親子 然後到晚也要回來 要求 生命要討論他 之類的 類似很多種案例 那如果 這個 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知道說 他必須要去 找出他的家庭 他年輕大 從沒找到 但是 很多東西 是法律 沒有辦法去規範 就是說 人的那種 那種 感情 還有那種 親情 有時候 不是用法律去規範 有很多的問題 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 我們在 今天 講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 面對華人社會的 基本的一些原理 原則 在 了解他之後 去思考 說 我們今天 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我講這些事情 這個 會 難免你來嚴肅一點 這個是 我也希望 能夠更 有趣 一些 深入有趣 一些 可是呢 也難 也難 因為這個 是要把他講明白不容易 講明白不容易 所以 好 我們 今天 講兩章 以後呢 繼續慢慢說 希望 我們能夠 從這個 古典裡頭 獲得 我們今天 做人指示的 很多的 借鑑 等至於 指針 OK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